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料 有趣 有态度 我想今天讲一下我们在美国加拿大的税负情况 我们在这边生活都差不多五六年了 对不对 讲一下我们切身的感受 让我们的观众朋友都感受一下 因为我们也不是税务专家 我们平时感受到一些表面的东西 所以我们讲的就是 漫谈美国加拿大的税负状况 就是因为税负在美国加拿大 其实全世界都很重要 美国的税法的书就是很大很大一点 那个专业的会计师看着头痛 所以我们每年报税 我不知道你的钱 我都是请那个会计师报税的 一般都是找会计师 因为自己报的话 确实也搞不太明白 太复杂了 但我们就讲了 我们老百姓 密切相关的一些税种 一些基本的一个情况 我们知道现在 美国现在的总统特朗普 他一个很大的一个政绩 或者说他竞选前的一个程度 就是要降税 把美国的企业的那个税率也降下来 之前大概企业的所得税35% 现在降到21%了 这个是非常大的 我是觉得很高兴的 觉得从今天一开始 而且基本上他没当选之前 大家都认为他这是开玩笑 就觉得他不可能是有难度 因为有难度 他就是一到命令下来 真的就直接给他降了 这个我是该给川普点赞的 因为我知道 那时候就可以说 川普肯定是 我知道你是支持他了 我当时不太支持他 因为我对他其他有些政策 我不是很喜欢 比如说墨西哥修一堵墙 我不是很看好这个事情 要花几半亿就修过墙 但是没想到他真的也修了 当然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了 就是他减税 我们就感觉到美国 35%的税负水平 其实是比较高 其实在西方来说 也算正常 也不是特别高 当然 跟那个社会整体的一个 公共服务提供的水平 还有个社会福利状况比 还OK了 大家能接受 当然如果说一下子 从35%降到21% 降了那么多的话 对企业 对投资人 比如说我们都 对不对 都是在美国生活 创业的人来说 觉得很大的 积极性的刺激性 对不对 对啊 大家都觉得更有 更有 对不对 动力去投资 所以你们看到说 全世界的资本 都往美国用 未来几年都会看到 其实不光是这个 其实很重要 还是一些美国 自己的跨国企业 他们就 对 他把那个境外的 那个往回走 就是像过去这几年 苹果一直是最赚钱的公司 但是苹果的钱 很多留在海外 全部都在海外 他就 基本上都在海外 没在美国 你在海外的收入 他在中国的收的钱 什么的 全在他海外 就没到美国了 我明白 你这个说的是另外一个税 他们好像是海外资本利得税 什么的 他不是这个三手将 他也是一次性 好像交5%就回来了 就合法了 没有 他就原来 他就一直回不了 因为回来之后 没有 出很多税 出很重的税 就税很高 所以就一直留在海外 这个也是他成功了 把美国海外的资本也回来了 然后海外资本 就像这种跨国企业 他们大量留在海外的资本 原来就是 就是不愿意进来 然后现在他自己解税之后 大量的就回不到美国 赶紧趁这个时候 赶紧流进来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 到这又涨了 这个政策 我估计在川普任内 不太会变 但是几年后很难讲 这也是民主国家的一个特色 就是一届总统 就是新冠338火 他可能不一样 每次烧到火不一样 不管怎么说 在美国 企业界来说 认为川普这个减税 是个重大利好 这个大家基本上认可的 是不是 这个对他们 你看最近的那个 我看到美国说 他那个就业数据 还有一些领取失业金的 那个状况 都是历史新高 就是美国经济增长 也是非常好 大概3%左右了 已经 经济体量这么大 全世界最大的 去年的GDP 大概17万亿美金 还有3%的增长 那是非常非常利好的 其实他看起来说是减税了 但是他扩大税源了 对 对 反而总数可能 因为大家更有投资热情 然后就投资更多 比较雇佣更多的雇员 你就生产更多产品 都要交税 是不是 所以叫产销两望 当然这从企业角度 另外其实从个人角度 更多的老百姓 其实感觉到就是 我们讲个人输入 消费税 我先讲消费税好了 我这次 我们现在在 我们这里是 华盛顿DC 变成马里兰州 我们这个州的 那个消费税是6% 我们买所有的商品 大概是6%的消费税 应该是食品 跟那个是没的 食品还是免费的 是免税的 对对 就不用交 日常用品 就买衣服什么的 大概6%这样子 但是 大家知道 我们是前段时间 评论 开启加拿大之旅 我就去加拿大走一下 林苏在城市 摩特利尔我也去了 多伦多什么都去了 我就加那个汽油 被美国汽油贵了好多 大概快贵了一倍了 对 加拿大 那个汽油 我当时 我怎么那么贵啊 对 就是税不一样 是不是 所以原来的时候 很多加拿大人 都跑到边境上 跑过来加油 跑到美国来 然后加了一桶油 就好像我们经常去纽约 在新泽西加满油 然后去纽约 因为纽约的那个税会贵 然后油价也贵 加拿大这个不光是税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 加拿大市产油国 因为很多美国石油 都从加拿大运口的 油沙那个 其实它成本更低 是不是 但是就加拿大它没有炼油厂 好像就是这个油 它产油了 卖到美国去了 明白 炼了再卖过来 明白明白 然后就一个是这个 这个是一方面 另外是税肯定也是一大部分 就可能很大 我听一个我们评论一个观众讲在那 他说加拿大那个税 就是汽油税比较贵 他把那个税收到钱 会用到说 全民这个福利 就主要是能医疗保健 保健这一块 就是免 就是医疗 你们加拿大的医疗服务 不是比美国好吗 就是全民医保 是不是比较好 是全部免费的 是吗 对 确认一下 对 就是那个 也不是那个 就基本上就是 低收入的话 就是免费 那美国也一样 如果高收入的话 他要交 买保险 交部分 可能比美国能稍微好一点点 因为美国中产界 其实抱怨蛮多 恐怕很多 为什么 每年 每年交几千块 至少一家 一家几口三四口人 每年至少交几千 美金那个医疗保险费 就保费很高 觉得是一笔负担 那可能是美国 不管你新移民 或什么到加拿大 基本上他会给你 这样的医疗卡 就凭这医疗卡 就公布医疗 都是免费的 那可能加拿大 这方面福利好 所以你们的税 多交一点 是可以接受理解的 是吧 但怎么说 我觉得一般 汽油什么上面收的税 应该是会用在 公路上比较多吧 因为这边高速公路 什么都是免费的 对 很多相当于 很少收费 但是我从 美国会多一点 美国大概 像我这次 从我们华盛 DC 然后从兵器法尼亚 到纽约州 然后到多登多 然后到蒙特利尔 加拿大也输了我一次的费 就是入海关才输了一次 我不知道输了几美金 我就不知道 因为自动扣费的 大概输了一次 高速公路费 应该是 然后在美国东部 95号公路上输了几段 加拿大我是 大多数也不收费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收费公路 然后哪怕有收费公路 你用谷歌地图上 你选一个 哦 就可以避开那个收费的 明白明白 稍微到一下就走开了 这一点来说 生活在北美 美国加拿大会比 在中国大陆 幸福很多 我记得我们在中国开车 基本上我算 我有经验了 就是你比如说 开了一万公里 你大概会交五千块 这么贵吗 五千啊 就每公里五毛钱 就是按人民币 不是 美元加币 大概是这样的 就是 行程数 你比如说开了十万卖 十万公里不是卖 你就交了五万块的 那个过路费 我对过 因为我交了很多 所以我心里有点数 但是在这边开车 你像我们这次 开了 我多了一圈嘛 对不对 美国加拿大多了一圈嘛 我开了有三千五百公里 我加了 我估计最多一两百美金吧 你有交这么多吗 一两百美金 有有 因为主要是在美国 美国纽约附近 那个交的比较多 我没有估算的 但是我差的话 下次你那个谷歌上面 就选择避开收费账 我没有避开 我可能是这样 因为我从那个 我从那个 蒙特利亚开车到华盛顿 我就一分钱都没交 你这么厉害 你专门避开 其实你避开收费账 跟避开其实差不了 差不多 会花的时间会多一点 基本上差不多 它就你 其实两条路 可能平行的这条收费账 基本上就没什么区别 厉害厉害 最多就多花半个小时 对我们老板心来说 这个省钱还是很重要的 对不对 这个必须得照顾到这个 从那个蒙特利亚到华盛顿 也要一千多公里 对对对 你直线走是这样的 直线走是这样的 也就一分钱的高速费也没有 所以它很多的费用 其实是汽油里面 就是cover到这里面的 那这边中国的观众 中国的司机就比较辛苦一点 但最终它这个油价 好像比国内还是绝对值 还是要便宜 差不多 我叫我们的网友算过 就是加拿大的油价 美国当然比中国便宜很多 加拿大的油价跟中国就很接近了 加拿大跟中国很接近 已经很接近 因为这段时间涨了很多 当然了 国际油价在涨 我那个时候刚好是最贵的 可能 最近最贵 原来我算过的话 比中国稍微便宜一些 稍微便宜一些 但汽油价值是一方面了 对不对 那我们讲其他的消费税 你加拿大的消费税是不是也贵一些 对 加拿大的消费税很贵 像我们这边是15% 就基本上是15% 那是很贵 我知道美国各州不一样 我们马里兰是6% 比如说我知道在纽约 纽约州 纽约州大概8.75% 我没听说的话 反正到美国来就感觉这个税好低 然后加州很贵 加州12%好像11%的 当然我们加州的那个观众朋友 可以在我们评论节目下面去 告诉我们是具体的多少 就是不一样 还有一些特拉华州 纽约州什么的 零消费税就是免税 他是州税免了 州税免了 联邦税可能 联邦税免不了 他只能免租 租的消费税他免了 因为消费税都是租输的 就加拿大其实一样 像魁城应该是15% 是最高的暗市 怎么可能就只有15% 但是我们在中国生活 你知道我们去买个东西 你知道交多少税吗 我们是不清楚的 应该政治税是17%吗 应该就是17% 但是实际上 比如说我们去终端市场 比如说你去买个电视机 电视机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电视机多少钱 比如说3000块人民币假设 你知道是3000块 你交多少给政府吗 你是不知道老百姓不透明 然后我们每次 我们的recy的数据上面就有 他也是多少税是多少 很清楚 老百姓很清楚我交了多少税 但是在中国其实要打门包 就不清楚 很不一样 就是我们很清楚 我们是纳税人 我每年消费的 比如说我消费了10万美金一年 我大概知道 我按60% 我交了6000块的消费税 比如说我房子是 比如说50万美金 然后我每年的地税 我交了多少 比如说交5000块6000块 我很清楚我每年交多少税 然后我的输入是 比如说10万美金 我交了多少税很清楚 但是中国或者其他地方不太清楚 但其实在这边像一般的你这种 像一般老百姓 你如果其他方面 你如果大头都开 这是食品啊 超市买这些东西 其实都没有税的 因为这边对于这种民生的这种东西 你这一点说了 你提醒了 现在加拿大比较搞得比较 最近搞得比较一个政策 就是加拿大妇女在抗议说 妇女用的卫生金 他们觉得这是他们日常消费 就是如果政府收他税就属于 男女不公平 然后加拿大把卫生金的税也免掉了 我不知道美国情况 但是加拿大这一点 就算还是很人性化 不然的话 这女性都觉得 为什么我们要多交税 这个厉害 这个估计中国的那个观众听到可能会很羡慕 我们讲这个消费税 我们体现的是老百姓支出的 每个人都要消费 你活着就得消费 这边离不开都要支出 那这边可能像 一时住行的 那个吃食品的 因为保证一个人的基本生成 不交税的 账款还是比较多 那另外其他的 像还有一个比较重要 输入税 输入税 我们知道 我们在美国 比如说你正常的那个 有报税每个月就交 还有是 比如说自雇的人 可能是每年再交一次 或者按季度交一次 是自己申报的 所以 所以或者是年底找会计师报税 那有可能是一次要补交多少税 那有一些低输入的可能 最终可能政府还会补贴你很多税 叫退税 退了很多 很多人家里可能每年 最后还退了几千块美金的税 对不对 这是在中国 其实我不知道中国的观众 知不知道这个事情 在中国难以想象了 我们在中国 比如说我们做企业 我们每年可能交几十万几百万税 但从来没听说过 什么时候政府退税 你听说过吗 我没听说过 出口企业会退税 对 出口企业 OK我知道 你以前做出口是退税的 出口企业那是属于例外 其他的一般 你如果收入低的话 你交的税 其实大部分都退回来 而且这边的那个退税 会有一个特别要讲的 就是说你的输入 比如说你个人 你是十万美元 你是高于那个平均水平 或者你二十万 甚至五十万 但是他会考虑到你 你家里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你太太是 单身当然要多交 因为你没有其他负担 比如说你有太太是不工作的 你需要抚养 然后你有父母还不管 你有几个小孩 十八岁未成年的小孩子 你有三个或者两个 都要cover这些费用 就是都要考虑到你的负担的 但在中国没有 我们知道中国是有些人 他高收入 比如说年薪几十万的 但是他可能也 也有几个小孩子要负担 有父母要养 有太太不工作 但是没有办法 他不管了 他就一刀切 三个十二万 怎么样收 怎么样收 是不是 这其实我觉得 这边要更人性化 更先进 希望中国也可以 是吧 要学习 对不对 这是很明显的一点 但其实就是总体而言 就是个人的那种税率 加拿大也好 美国也好 其实是应该是非常高的 特别是加拿大 好像 大概多少 前几天我还看到一个 就是我们加拿大的消息 说我们魁省 六月几号 六月十 十号十二号 是属于税务自由日 那天天是不就加税吗 税务自由日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从这一天开始 这一年的 从这以后你赚的钱 就归你自己了 就相当于你六月十号之前 你赚的钱 其实都 收税的 哦 就是差不多有半年 是帮政府干活了 半年为自己 是不是 所以就每个省不一样 就是有些省 比如说 他 所以第一天 像有些省 他可能六月 六月三号 就属于税务自由日 有的要七月才 有些可能最晚 像是六月二十几号 才能到税务自由日 他意思就是说 到了那一天之前 你干的活 其实都是交了税的 这之后 才是你自己赚的 那我知道 这个比方 那会不会中国 到九月份 才是税务自由日 这个蛮有意思 这个很有意思 就有这么一个概念 什么税务自由日 什么之类 其实如果从那个税负来说 像美国的税负 加拿大可能 比美国还高一点 对不对 你相对的福利也好一些 美国其实福利 美国福利其实一般 在发达国家一般 因为国家要大 他的政策 也不鼓励说 很高的福利 不像欧洲的税负 也比美国高很多 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 但是他们基本上叫什么 高税收 高福利 因为什么 这个钱是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你把钱 老板姓的钱拿到 你最后用到老板姓身上了 是不是 你要人性化的 用到老板姓身上 比如说失业了 救助保障 生病人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 美国加拿大都一样 低输入人群 他可能享受到 免费的医疗服务 对 这边医疗服务 一个水平很高 第二个价格很贵 对 价格一般 对不对 你发现的话 你是看不起 是不是 我都听说过 有一个移民加拿大的 一个新移民 他好像是患了一种癌症 都用了一百多万 就是加币了 那如果是自己掏钱 那肯定就付不起破产了 但是政府都免费 给他们看病 当然我们只是讲 这个冰山一角 一个案例 具体案例 实际上它就体现了 一个文明程度 就是说 你低输入群体 或者弱势群体 它有很多照顾 是不是 那就是这样 他们一个税数 你个人输入税又少 你享受了基本的 比如说食品的保障 当然我们还 就是我不知道 美国是这样的 它如果没有工作 也没有低输入 还可以领很多救济的 除了失业金 还有食品券 还有比如说小孩子 有牛奶 免费的学校里 都有早餐 当然工内学校 从小学到高中 都是免费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加拿大也一样 包括当地 包括新移民 过去很多中国人 都有个叫什么 牛奶精 都有这些 为吗 18岁 他都可以 每个月都给你 他就是政府 其实提供了 就保证你所有的 这里的青少年 儿童也好 就是一个健康的 基本的营养 摄入 然后保证你健康成长 对不对 在中国 我们知道 其实 虽然现在 要九年义务教育 其实很多地方 那个条件都很差 我们去美国 我去过很多的学校 不是说大学 就是小学中学 你看看 他们的教室 校舍 都是非常好 见得非常好 那美国可能 加拿大 我们那边 有些还是比较破的 是吧 可能没有 这么 美国我觉得 还是非常重视 就是政府 他把这方面 教育资源 投入很多 这就涉及到 教育的费用 一方面 但联邦的开支 另外还有地方政府 他投入很多钱 地方政府钱 哪里来的呢 房产税里面 教育都涉取 对 对 我们正要提到 就是 Property Tax 就是房地产税 地税 我们也通俗叫地税 地税 就是主要被 对方政府用来 就是做教育 做公共安全支出 这个是很重要 其实我们这边 不光地税 其实我们像 我们房子的话 一年有两个税 要缴 一个是地税 一个是教育税 你们还有另外 再交个教育税吗 对 我们另外有个学校税 有个地税 一个学校税 那可能跟美国还不一样 加拿大不一样 美国好像没有 学校就是你专门 你这个区里面的 你交的税 就是给这个区里面的 学校用 好像很多是那个校车吧 明白明白 校车的开始 都是从那个单列出来的 就是你那个区里面 你们那边的那个 那个房地产税 大概是房子评估值的多少 美国是大概 1%到3%不等 我们1%不到一点吧 那低一点 那所以就这样 你那个低一点 你单列一个教育税 所以在美国 它可能列在一起了 所以我不知道中国 如果要开支那个房地产税 会是那个房子评估值的多少 因为现在 如果从评估值的角度来算 是中国的那个业主 其实很不合算 因为现在中国的房地产 价值很高 那北京上海的 随便一套房 几百万几千万都有了 几百万几千万 你那交税 所以你刚才讲的 那个上一期节目 你讲到说 那温哥华的那个老夫妻 几万四万美元买的房子 现在涨到一百万 他交很多 那中国的很多是这样子了 所以就很受伤会 如果这个开支的话 是会有很大的问题 那其实我们讲的 比如消费税 这个地产税 企业税 那这边还有什么比较 还有比较重要的税 其实除了这些税种之外 其实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跟中国可能 有些地方历史 有些地方不历史 首先交税的人 主力军 中产阶级 你都逃不掉了 你的输入 这个中国也一样 对吧 美国也一样 中国也一样 加拿大估计也差不多 反正求人的话 反正有政府保障 富人们有渠道避税 对吧 这个说 今天这一部分总是最受伤的 所以加拿大有个问题 就是那个 很多人 就是特别我们魁省 很多人就是包括身边朋友什么的 他不工作 一年可能每个月政府这边能领到一千多块钱 他去工作 然后交完税之后 可能剩下的钱 也就一千多块钱 所以他最后算下来 工作和不工作差不多收入 就不去工作了 这也造成一个问题 反而鼓励人家 鼓励大家不工作 鼓励大家在家吃福利 你这个情况 我以前在纽约碰到过一次 是这样子 他那个先生在工作 太太呢 如果不工作的话 他们最后报税后的输入 是一个状况 如果说太太说 如果我就工作 我找个两千块 就是中低收入了 他说最后交完税差不多 跟我不收入差不多 所以他就找工作 会问老板 老板 你可以给现金吗 现金就不报税了 但可能就是华人 他就说 就是能去抵掉这方面的一个影响 这也是 这个是民主国家 北美的一个烦恼 这应该不是民主的问题 应该是 制度的 或者 福利制度的 社会主义的那个烦恼 应该说 你看你看 你说到社会主义来 这是明明美国家 那是资本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 关中国 朝鲜的 哪里有这样子 所以 有的时候发现 资本主义 我们想象中的资本主义 看起来像社会主义 在照顾这个弱势群体 现在中国应该是 社会主义国家 做的事情 更像资本主义 中国是 其实这边资本主义 已经不是资本主义 应该 马克思说的 资本主义发展到一段 一个阶段 自动会进入社会主义 这边现在就应该就属于 像社会主义 过渡 我是这么觉得 那我们中国难道是一步 真的像他们官方说的 跳过资本主义阶段 直接到社会主义阶段 这就有待观察 但是 但是你刚才 其实我想重点讲一点 我们知道 做中产阶级 都是比较受伤的 就是你交税 干活最多 纳税最多 对社会贡献也最多 我们不否认 但是这边 美国加拿大也好 它的中低输入 低输入阶层 享受的社会福利保障 还是不错的 对不对 更不用说什么 基本的这种 生活的尊严的必需品 但是在中国不行 不过是这个中低输入 其实加拿大现在 就民意也比较沸腾的 就还有个就难民问题 你说大量的难民进来 对对对 他们就相当于 因为我也不知道报道真不真实 就比如说我一个难民 然后带了几个小孩 然后每个月政府要给他几千块钱 就给你干活的人拿的钱 就是不公平 会打出新的不公平 对不对 然后就人家就会觉得 我在这边干活 我纳的税 然后没有用在 没用在 但你如果是难民 然后外面的人进来 虽然这是人道主义 但是总觉得对于干活的人 觉得我这个钱 是是是 你这个其实你讲了 我有接触一些中产阶级 他们也是很困惑 就觉得我拼命 拼命的干活 辛苦了纳税 然后这个钱没有用到我们身上 你就把那个钱养兰岸 那有些人就有人懒貌 就我不能说有一些 你刚才讲难民是个群体 有些是其他的什么群体 对不对 然后他可能就不干活 生了一大堆小孩都不工作 然后领了社会福利 最后就这样 大家都觉得不公平 那这个只能说民主的国家 通过选票去改变 当然有很多困惑 我们今天不是我们讲的重点 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选举权的话 这个政客他会看他们的脸色的 对不对 所以在美国有可能共和党民主党 他政见差别很大 对不对 我想讲的什么呢 中产阶级 好你纳税多 你低输入的 你有保障 高输入的可能在美国 高输入的阶层 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明星啊 那种大企业家 那种大巨头啊 其实他们超多的避税手段 像什么群岛 开办群岛 什么瑞士 他也不只是这些 不只是这些 我讲我知道一个小 就是美国的那个 有一个我不能讲名字啊 因为这不然我会麻烦 他他输入很高嘛 对不对 一个一个篮球界的明星 他那个通过大概有转了十几刀手 最终控制控制一个保险公司 然后 对对对对 然后这样来就是可以合理的避税嘛 合法我只能这么讲吧 是不是完全合法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就是富人啊 在美国有很多专业人士为你服务去避税 但是我们普通的中产阶级 普通的穷人就没有办法 当然穷人也没有钱就避了 但是基本上就没怎么到 但是在中国 富人我们讲了 他也有很多办法去逃税避税 对不对 在美国可能更加合理一点 中国有的合理合法谈不上 可能赤裸裸一点 直接就逃税了 对不对 那中国的穷人其实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对 这个真的是非常惨的 就是他连最基本的那个保障都没有 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我觉得他从那个制度设计上的 从那个就是被 怎么说就好像被抛弃了一样 我们在美国加拿大 人人一张选票 不管我穷富 对不对 我一张选票 我的权益就要be care 你政府 你议员啊 包括你政府实证的时候 你得考虑大家的利益 但是在中国 说说因为老百姓没有选票嘛 就是中低阶层 而且不一样 中低阶层在中国是沉没了大多数 他可能80%的人 我是研究过这个中国的这个 各阶层的 大概80%其实都是穷人 这么高吗 实际上很高 大家不觉得 你觉得不会啊 中国现在大约很有钱啊 我觉得身边都挺有钱的 我跟你讲 你说中产阶级 美国中产阶级可能是 加拿大就是叫橄榄型嘛 中间都是中产阶级 对不对 那个富人不多 穷人也不多 但是中国金字塔了 1% 大概5% 最多50%所谓精英 什么政治精英的商业精英 大概是最富的人了 剩下大概有10%左右 是中产阶级 我们讲 其实这个 你看10%很少 对不对 但是人数也很多 你看中国14亿人 10%就1亿4千万 所以我们的朋友圈 大概都在 大多包我们评论的观众朋友 大多都在前15% 所以你不会感觉到 这个经济那么差 或者说生活那么糟糕 因为你是比较幸运的 在整个中国的激烈社会竞争中 你是处于有利地位的 大多数85%人 他是 我刚才说 因为有50%浮动的嘛 有人会掉下来嘛 大多数是 说实话很惨的 你如果在下面 追的那个20% 那是 就是爆出来那种 洋改男的 那个衣服可能都没得穿呢 虽然中国现在GDP说什么 已经是世界第二了 人均GDP八千美金了 这个真的是很惨 贫富差距太大了 我觉得可能就超过美国 那这样子 你这个制度设计 就有存在缺陷了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不同 就是说 我知道富人聪明人嘛 我们也不是在这里 讨论富人的原罪啊 他们的怎么样 他们的社会贡献肯定是有 但是无论在中国 还是美国 还是世界其他国家 其实富人都很多办法 就逃税避税 中战阶级呢 就老老实实干活 最近你的社会是透明的嘛 对 你是透明的 对 你说的很对 你想逃都逃不了 但是呢 很大一个不同就是 这边美国加拿大 我们讲的文明程度 可能会更高 然后呢 照顾低速度的群体 又会多一点 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 其实不光是中国 比中国更惨的可能还有 你其实你去亚洲 很多国家 一看看都知道 都是这样一个状况 对 可能这也是 觉得这可能也是 几千年形成的那种 东西方这种文化制度上面 有这种 对于这些群体啊 对于那个有一个制度上 文化上面的这个 这个问题吧 我觉得 就是尊重 对人的尊重 对啊 其实另外一点 当然我在节目里 给大家探讨一下 我个人观察 有另外一点 我觉得他们这个制度设计啊 会 会被中国那种 有一方面的先进在哪里 我们知道 中国有句话叫 穷则思变嘛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 有安全的一个生活氛围 都不希望 被打劫啊 被抢啊 被偷啊 是不是 你如果一个人的 基本的声称条件 没有 他最终只有去犯罪嘛 对不对 那政府 像美国加拿大 他把那些弱势群体 照顾好 让你们有基本的住房 基本的教育 基本的那个医疗 生到病死 都有基本的保障 那你就没有必要去 去为了生存去犯罪 你懂我意思吗 对对 所以这个降低 他犯罪率 如果降低整个犯罪率 整个社会的管理成本 会降低 然后这个中产阶级好 有钱人 他们安全系数要提高 社会更好 我说对不对 所以他从社会来说 这笔钱值得花 你如果不花这笔钱 好了 他们这些小孩 如果都没有受教育 然后又没有基本的保障 最后他会触碰社会 特别在美国 都可以有权买枪的话 大家做坏事起来 那就很麻烦 是不是 我是个人理解 但是中国 没有人care你这些弱势群体 要么就是永远就晋升 就是沉默的大叔叔 没有机会说话 但是要么就是某一天 实在是憋不下去 火山爆发一样 整个社会代价很大 这个是中国的这个 叫历史循环的规律 都是这样 每次是这样 王朝心碎都是这样子 所以中国的麻烦 可能还在后面 如果他这个金字塔结构 不变化的话 他社会又不能提供 足够的蛋糕给大家 就很麻烦 现在应该就是 包括其实在国内 也看到各种什么经济文章 什么也都在鼓缺要 一个橄榄型的社会 什么 其实大家都意识到 意识到很难做 对 就是你怎么做的问题 你很讲的蛋糕 你就是怎么说 分蛋糕是很痛苦的 就是要把那个 比如范明明 叫他把90%的钱 要分出来 就分给别人 他是很难做到的 对不对 没有让他分90%这么多 你没有一个制度的保障 所以我们更多的需要 中国的政府 从那个制度设计 做一些更多的保障 才可以让社会 怎么说我们中国 不是有的人 讲和谐社会吗 这个社会才更和谐 对不对 人人有尊严 你才可以去更好 是不是 所以这个方面 我觉得我们这两期节目 讲了中国的说服 美国加拿大的说服 我觉得给大家一个思考 如果我们节目 有中国的观众 中国的政府官员看到 特别是高层官员看到 你们做一个思考 我们其实就从 我们生活的角度 老百姓的角度 谈起我们的体会 因为我们在中国 在美美都生活过 对不对 真的是这样 也没有说 美国人加拿大的多伟大 我刚才说的也是 从制度设计上 他也是保护 你付多的税 也是保护自己的安全 是不是 大家还是受益的 没有觉得 不要觉得说 我付了钱出去 我没有用到我身上 觉得很吃亏 其实这个社会 没有人离开了 别人生存吧 互相对互相支持 是不是 应该是这样 对提高这个社会的稳定性 来说 很是有 所以说 那个税收 其实 怎么说呢 其实说白了 就是 就是那个财富 再分配吧 对 就是一个 它本来就是一个 税数来调节 输入了 用税收来调节 这个 就是大家的收入 但是我们很遗憾的 看到调节来调节去 不管是发达国家 还是发达国家 最后评付差距 都是很大 我们个体的差异 可能本身 我们人创造财富的能力 差别也很大 其实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个财富 这个 就像现在这是 普遍的世界现象吧 就是你财富越来越往 少数人 集中 集中 其实这我觉得 一个是科技的进步 让你有少数的人 你控制了更多的资源 控制 因为你这个科技发达 你原来我要开 一百家电 一千家电 我要花这么多时间 现在我一个Facebook 它管理成本也低了 对啊 一下子我就可以到达 几亿的这种收中 所以它这个财富 这个聚集 我觉得跟这个社会的 这个变化有关系 对啊 跟这个科技的那个 科技的这个发展程度 还是接近相关的 你造成少部分了 你有更多的能力 去控制这个社会 所以我们得 在节目里要讲一下 就是那富人啊 成功人士 要多回馈社会 要鼓励 不管在美国加拿大 还是在中国 还是世界其他地方 对 因为你最终 这个财富是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的 是不是 这方面美国 可能做的比较好 其实美国很多的 那种捐款 捐赠机构啊 包括独立的第三方的 NGO做得非常好 对 鼓励大家 你把钱都捐掉 其实我刚才说服 我们讲了一个 重要的问题 美国的 加拿大不知道 是不是这样 我讲美国的 你这个输入里面 如果捐给那些 免税机构啊 非盈利机构 政府有认证的哈 5014亿应该是 然后呢 你可以抵税的 比如说你输入10万 你捐掉5万 你只要5万交付 那5万可以免税的 它是鼓励大家 去做一些公益的事情 捐款都一样 是吧 那是不错的 人家美国加拿大都是这样 我希望中国也可以这样 中国好像也是的吧 但是它这里面 不是很规范 捐款也会给你 是 它是有 但是呢 中国这个比例 占整个资金比例 不配配的 然后大家对那个 特别是官办的那些 那些 比如红十字会啊 信任度是 比较不信任 打了很多问号 所以 整个社会的发展 社会管理 这个 有很多人的努力 也很多文章要做 很多功课要做 反正总会希望说 我们节目也是这样 就是分享一下不同 然后希望各个社会 互相学习 取舱不短嘛 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 本期的一个节目 我们就 跟王院生来 漫谈这个 美国加拿大的这个 说服的一个状况 我们下次有机会 希望可以再邀请你来 参加我们节目 好吗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 会重点讲 那个中国的楼市 楼市话题 我觉得 大家会很关注 很关注 这个中国人就关心楼市 然后另外 我那个中国危机路线图 中国危机大逃亡 很多人在问 大家可以通过 那个Google Play 直接在线购买 然后那个Google Play 还有一个 20%左右的 那个篇幅的 4月免费的 阅读的一个服务 大家可以直接 在那边购买 如果说 因为你 比如说 比如说在中国国内 有时候翻墙 不能去购买的话 可以发邮件给我 然后我们助理会处理 教你怎么去购买 大概是那个邮件 就是 weipingqin1980 atgmail.com 就是 韦评勤1980 atgmail.com 这是 我们专用的一个邮箱 谢谢大家支持 谢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然后我们评论的是 第三季 大家知道 我们是每天 会有一期 比第一季第二季 有很大的变化 每天一期 节目 大概一个星期 是有五期节目更新 欢迎大家去继续 关注我们的频道 订阅我们的频道 鼓励你的亲朋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希望 我们评论是 有料有趣有态度 然后跟大家一起去 探秘这个财经世界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 再见 再见 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从华盛顿出发 一起探秘财经新世界 评论 有料 有趣 有态度